光天化日朗朗乾坤,这个男人拐卖数十名女孩竟还敢搭乘路人的车,他手拿一个满是钉子的木棒,女孩们就乖乖听话,不敢有丝毫反抗,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反抗就会招致杀身之祸。 更可怕的是,这些女孩不是被恋人卖掉的,就是被亲生父母卖掉的,但这种情况在父权至上的印度社会见怪不怪。 十四岁的女孩小米就是被亲生父亲卖给人贩子的,小米清楚地记得那天父亲把她从睡梦中喊醒,然后将她带去一座豪宅。 当时小米只顾着欣赏豪宅的美景,丝毫没有注意到父亲和女主人见不得人的交易。 等小米反应过来时,一切都晚了,她刚跑出豪宅就被大胡子抓住,再后来小米和其他女孩就被大胡子带到了这个森林,现在的女孩们都还不知道等待她们的会是怎样的命运。 没过一会儿,大胡子的老大胖子就驾车赶来,她仔细看了看几个女孩后,把小米单独拎了出来。 剩下的女孩则坐上大胡子的车,与女孩们分开。 小米有些不安,但她却错把大胡子当成了好人。 一开始,胖子确实没有什么过分的举动,小米在胖子家不仅不用干活,还会有仆人伺候,除了会有医生定时来给她注射不明药物之外,一切都很舒适。 而小米为了讨好胖子,还主动给胖子做饭,希望能在胖子家一直待下去。 但小米的希望落空了,胖子的真实面目很快就暴露出来。 这天,女仆正在给小米包指甲时,胖子突然回家,她满脸怒气,拉着小米就走进房间。 小米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哭着祈求胖子放过她,但胖子根本不为所动。 她脱掉衣服,露出满身肥肉,无情夺去小米的第一次。 屋内的小米惨叫不断,屋外的女仆开始熟练地准备热水和毛巾。 小米无力地躺在席子上,泪水顺着眼角滑落,任由女仆给她清洗。 鲜红的血字在水中化开,如同小米一样的女孩还有很多。 小米最终还是没能逃脱悲惨的命运,被大胡子送到了胖子掌握的红灯区小院。 临分别时,仆人想和小米道别。 小米倔强地憋过了头,小米怨恨女仆不提前告诉她真相。 如果小米知道要发生什么,她肯定不会坐以待毙,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等待小米的将会是无穷无尽的折磨。 小米刚走进小院,就看到里面正在交易的男女。 当天晚上,管事的大姐大递给小米一套艳丽的服装,让她准备接客。 小米只是稍微顶撞了一句,就收到大姐大的一记耳光。 小米穿上不符合自己年龄的衣服,感觉十分别扭,但大姐大才不会在乎。 她拿着海绵垫,就往小米的衣服里塞。 小米无法反抗,只能任由大姐大摆弄。 可当她看到大姐大领着一个肥胖的男人进来时,还是忍不住害怕。 小米站起来就要跑,但大姐大死死拦住她,威胁小米回去。 随着男人关上房门,小米的痛苦也再次来临。 完事之后,小米面对室友心疼的眼神无动于衷。 无论有多少安慰的话,都无法消除小米内心的阴影。 她机械地走出去,想用清水洗干净满身的污秽。 可洗着洗着,小米就产生了逃跑的想法。 反正现在没人看守,她有机会,为什么不尝试一下? 小米没有犹豫,她悄悄从后门溜出去。 奔跑在迷宫一样的小巷子里,等她好不容易跑到大街上找到警局,本以为是遇到了救星,却不想是落到了魔鬼同伙的手里。 警察没有为小米伸张正义,他们甚至没为小米感到可惜,第二天就把小米交给了大胡子。 单纯的小米没有想到,胖子和大胡子的势力竟然可以蔓延到警察局。 再回到小院,小米得知,大姐大和室友都因此遭到了大胡子的毒打。 大姐大意外地没有追究小米的责任,只是把小米带回房间。 小米知道,就算是为了其他人,她也不能再轻易逃跑。 小米收起悲伤,在室友的劝说下,喝了一杯酒后,开始等待接客。 这次的客人,是个可以当小米爸爸的老头。 他一进门,就把头上的假发拿掉。 小米看着他光秃秃的头顶,会由自主地笑出声来。 他是笑这些恶心的男人,也是在笑自己的单纯无知。 小米暂时收起反抗的勇气,被迫继续在这里生活。 小屋的门一开再一合,就代表着小米又要经历一遍心灵和肉体的摧残。 一天下来,小米自己都数不清他到底接待了多少客人。 小院的生活充满痛楚,但小米有室友的陪伴,日子也不是特别难挨。 他差一点就碍于现状,直到小米亲眼看见有人服毒自杀。 他心里逃跑的念头,才再次被唤醒。 小米很清醒,留在这里,他失去的不只是尊严和自由,可能到最后连命都保不了。 小米顾不得别人,他只想赶紧逃离着地狱。 接下来的日子,他假装习惯这里的一切,却始终在寻求逃跑的机会。 但小米没想到,这个机会这么快就来临。 这天中午,大胡子要挑选几个女人,去一栋豪宅服侍他们的大客户。 小米极不情愿地举起手。 大胡子以为小米已经顺从,立马就把另一个女人换成小米。 小米和室友学了几个简单的舞蹈动作后,坐车来到了豪宅。 小米学着室友的样子,嘟起嘴唇,跳着他也不太明白的舞步,取院面前的老头。 老头很大方,他趁着大胡子出去的空隙,给小米他们一人塞了一叠钱。 小米也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借口上厕所,跑了出去。 可小米还是想得太简单了,豪宅离红灯区远,并不意味着逃跑的可能性大。 他一个女孩又怎能跑得过一个成年男人,小米还是被大胡子抓住了。 而他的第二次逃跑,也彻底惹怒了大胡子。 这个女孩神情惊恐,男人却没有丝毫同情。 他拿出木棍,把上面的铁钉全部按进女孩的小腿。 疼痛让女孩叫出了声,可他还没缓过神来,就又被男人拖走。 小米又被大胡子带回红灯区,他很快就因为肿胀流浓的伤口发起了高烧。 但丧心病狂的大胡子,不仅没有给小米请医生,还让他继续招待客人。 小米只能拖着病腿,坐在镜子前涂上口红,在艰难地躺回床上,任由客人肆意践踏。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胖子来小院过生日。 胖子在吃完蛋糕,给女人们分发衣服时,询问其未出现的小米。 大胡子支支吾吾想要敷衍过去,但胖子看穿大胡子,执意要大姐大打开房门。 当他看见小米的伤口时,立马暴跳如雷。 小米年轻又漂亮,正是给胖子赚钱的好年纪。 大胡子竟然敢伤害他的摇钱术。 小米万一出个意外死了,他的损失又该怎么办? 胖子越想越生气,他二话不说拿起木棍,把大胡子狠狠揍了一顿。 可揍过之后,胖子冷静下来,又递给大胡子一杯水。 他没有必要追究大胡子的责任,红脸唱够了,就该及时停止。 毕竟他和大胡子才是一伙的,胖子还要让大胡子为他办事呢。 就在这时,几个警察闯了进来,要查封大胡子的小院。 早在几天前,卧底警察就在大姐大的帮助下冒充客人,在小米的房间里藏了摄像头取证。 胖子见没办法狡辩,只能任由警察带走女人们。 大姐大抱起昏迷不醒的小米,想要带她出去。 小米还以为是在接客,当即就要脱掉衣服。 大姐大见状,赶紧阻拦,把小米紧紧地揽在怀里。 她想起了自己的女儿。 小米比大姐大的女儿大不了几岁。 警察锁上小院,把女人们安排在救助所。 小米在室友和大姐大的照顾下,也逐渐好转。 但胖子没过几天就被放了出来。 她让大师施施法,小院又重新开张了。 现在想要给胖子定罪,就必须有人站出来指证。 可在女性地位低下的印度, 她们清清白白就已经很难生存了。 如果把这种事情放在大众面前, 她们要面对什么可想而知。 况且她们中还有很多人, 依靠这份收入支撑家庭开销的。 不管卧底警察怎么劝说, 始终都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 到了最后,由于生活压力和大胡子威胁, 她们不得不回到小院, 就连室友也不例外。 小米看着室友离开的背影很是伤心, 她认真考虑过后,决定自己做这个证人。 小米现在没有牵挂, 她也不想在乎所谓的世俗目光, 只想把这群摧毁她生活的恶魔关进监狱。 小米信心满满, 可律师阿壮接到这个案子时却有些犹豫。 虽然人证物证俱灾, 但她却没有把握, 胖子的势力很强大, 女人们再次返回小院的事实, 也对她们很不利。 阿壮不认为, 只有14岁的小米能承受庭审过程中的巨大压力。 可小米没有放弃, 她眼神坚定地表达了要送胖子入狱的决心。 阿壮被小米感染, 露出笑容, 答应接下这个案子。 庭审当天, 阿壮拿出物证, 一一摆出事实。 小米也配合着诉说小院子里发生的事情。 但胖子的律师却颠倒黑白, 不断逼问小米, 说小米深将仇报。 她把小院说成女人的救济所, 把胖子塑造成救助失足女性的大善人。 胖子的律师声称, 是小米私自在小院做违法交易, 被胖子发现, 心怀怨恨, 才想要陷害胖子的。 小米只是如实回答问题, 根本没想到胖子的律师会如此扭曲事实, 慌张地掉下眼泪。 话一出口, 停下议乱纷纷, 胖子也露出得意的笑容。 第一场庭审结束, 所有不利的因素都指向小米。 胖子心安理得地接受媒体采访, 诉说自己的委屈。 小米匆匆路过时, 内心只有失望。 再次开庭时, 阿壮与胖子的律师一番舌站下来, 仍旧没有占到一点好处。 阿壮只好截取卧底警察, 偷拍视频的部分录像, 证明大胡子曾对小米下达任务。 可没想到, 在这样的铁证面前, 胖子的律师还在狡辩, 说这够不成事实。 没有人可以证明, 在大胡子说了这些话后, 小米是真的接客了, 阿壮只能以寻求新证据为由, 请求休庭。 现在阿壮是真的没办法了, 他陈述了利害关系后, 询问小米是否愿意展示全部的录像。 小米没有拒绝, 他深知, 如果不把胖子绳之以法, 自己将来将会受到胖子更严重的报复。 法庭上阿壮按下遥控器, 就看见电视机里的小米 拖着受伤的小腿, 毫无意识地躺在床上, 但他房间的客人却一个接着一个。 短短一段录像, 前前后后出现七个男人, 小米看到这些画面, 痛苦的回忆再次涌上心头, 他止不住地掉眼泪。 铁证摆在眼前, 现场的人都沉默不语, 一个昏迷不醒的女孩, 怎么可能瞒过大胡子和众多女人, 私下做违法的勾当。 阿壮知道, 胜利将会是属于他们的, 可他同时也明白, 想要彻底铲除胖子这样的败类, 必须把他的同货都揪出来。 阿壮让小米回忆当天被拐的情形, 想把从小米父亲手中买小米的女人也送进监狱。 小米在法庭上艰难地说出父亲卖掉自己的事实, 阿壮拿出报纸指着上面的女人, 让小米指正, 这一场庭审下来, 阿壮胜券在握。 可在下一次庭审开始前发生的一些事情, 让小米内心产生了很大的波动。 忽暗的房间, 女人被绑在床上, 双腿被强行分开。 男人没有理会女人的苦苦哀求, 拿着烟头就伸向她, 惨叫瞬间充满整个房间。 大胡子发现是大姐大帮助卧底警察安置摄像头的, 自然不会饶过大姐大。 大胡子打完大姐大不解气, 还让人把她的女儿找来, 大姐大看到女儿瞬间慌了神。 这么多年, 她为了女儿能有个美好的未来, 在这个小院努力工作, 但却从不敢让女儿知道, 大姐大害怕女儿会瞧不起自己。 可大胡子现在就是要红解痛苦。 她告诉女儿, 大姐大不仅出卖自己的身体, 还逼迫别的女孩出卖身体。 女孩听到这话不敢相信, 她哭着看向大姐大寻求答案。 事实摆在眼前, 大姐大也不想再骗女儿, 只能承认。 女儿无法接受, 哭着跑出去。 原来她得到的一切, 都是建立在罪恶之上的。 她的吃穿用度, 都是靠妈妈做这些肮脏的交易换来的。 大姐大没有力气追赶女儿, 她趴在地上痛苦哭泣, 可大胡子还不肯罢休, 她狠狠地折磨大姐大。 大胡子把大姐大绑在床上, 拿着点燃的香烟, 一根接一根地伸向大姐大, 直至大姐大昏死过去。 醒来后的大姐大只感觉到绝望, 她在女儿心中的形象彻底毁了。 大姐大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女儿, 还有两个月, 女儿就要成为工程师了, 就不再需要她挣的钱了。 大姐大没有活下去的必要了, 但在走之前, 她要带走那个毁掉她生活的人。 大姐大准备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她来到大胡子的房间, 用刀割掉大胡子的宝贝之后, 划破了自己的手腕。 等所有人都发现后, 两人都因为失血过多, 永远地离开了。 女儿流下了后悔的眼泪, 小米也更加坚定了 把胖子送进监狱的想法。 大胡子终于受到了惩罚, 接下来就只剩下胖子了。 虽然胖子对大胡子的趋势很伤心, 但也顾不得过多的伤心。 在下一次开庭前, 胖子找到小米, 请求原谅让小米撤诉。 可小米早就看透了一切, 不管大胡子的道歉 看起来有多么真诚, 小米都没有丝毫动摇, 她只想呕吐。 小米抽出自己的手, 在水池边清洗干净后, 一句话都没说, 转身离去。 再次开庭时, 阿壮找到医生做证人。 当初在胖子家, 医生给小米注射的是磁性激素, 目的就是让小米尽快发育出第二性特征。 胖子生化艾滋, 不知道在哪儿打听到一个偏方, 说是只要与处女发生关系, 就可以治好艾滋。 而小米不是第一个受害者, 罪证越来越多。 胖子进牢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买小米的女人坐不住了, 她找到小米, 想用钱让小米闭嘴, 但小米只想得到正义的审判。 她看着滔滔不绝的女人, 脸上写满了不耐烦。 小米讽刺一番女人后, 让她立马出去。 审判结果很快就下来了, 胖子等人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他们的财产统计完毕之后, 全部赔偿给了女孩们, 怪人得到了惩罚。 小米和众人庆祝结束后, 涂上了口红。 只不过, 这一次等待她的不是折磨, 小米自信地走出法院, 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电影《拉克西米》改编自 发生在印度的真实故事, 讲述了女孩小米被强行拐卖, 通过反抗把毁掉自己的坏人 绳之以法的故事。 电影的名字就是小米的全名。 《拉克西米》在印度语中 意味着吉祥天女, 可真正的现实是, 小米并没有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 在嫉妒重男轻女的印度, 小米没有遇到一个好爸爸, 她被卖掉后, 也没有遇到一个好心的买主。 从始至终, 小米都只有被安排的份, 她想过抗争, 可现实却一次次狠狠地打击了她。 但即使是这样, 小米最后还是能鼓起勇气, 站在法庭上诉说她的经历。 她用自己的经历 向我们展示了反抗的力量, 妥协只会让罪恶更加猖狂, 就像小月儿的其他女人一样, 唯有不断地反抗, 才能让正义降临。 最难能可贵的是, 小米始终都把一切错误 怪自到胖子她们身上, 她没有像其他女人一样, 屈服于世俗的判断标准, 因为肮脏的从来都不是她们, 而是那些禽兽, 是那些会向她们投去 异样眼光的人。